鲜血花圈 传说级的神器 传说得到这件神器的人将会是无敌的存在 而他现存在古老的高山上 想要得到他的人必须要通过守山神圣的考验 这么多年来 无数的高手都倒在这个地方 没有人能拿到鲜血花圈 这次 豌豆家族的机枪豌豆前来挑战了 不许去 那里太危险了 相信我 一定可以得到神器的 不行 如果你失败了就回不来了 风险越大 收益越高 两人争吵了好久 最后还是高坚果让步了 那就我和你一起去 大不了18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好兄弟 我们一定可以的 你们两个也是来拿神器的吗 是的 我们准备好了 好 看你们的本事了 来到第一关 他们要面对的是橙榄球小队 好兄弟 加油 他们打败了橙榄球小队 通过第一关 第二关是不讲武德的军途僵尸 他们能通过吗 看来和鸡枪豌豆比火力 军途僵尸还是嫩了点 第三关是搏击手小队 练队来是汹汹的搏击手僵尸 他们能通过这关吗 高坚果 你一定要顶住啊 你怎么样了 放心 我还顶得住 小伙伴们 听说长按点赞 可以给高坚果回复血量 一个赞可以回复100血量 最后一关是强大的巨人僵尸 他们能通过最后一关 拿到神器吗 在高坚果即将倒下的时候 鸡枪豌豆打败了巨人僵尸 通过了最后一关 有了神器以后 鸡枪豌豆与高坚果 在江湖上大杀四方 威名远扬 没人敢来冒犯他们 是 作出权的